熊妈叫说熊孩子霸占电梯拉我电闸 我让他们天天爬楼梯并索赔二十万 上集说到2502一家下午回家 来到一楼电梯门口 发现两部电梯都停在了二十七楼 无论他们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熊孩子还不高兴地拽了几条电梯门 还是熊妈反应快 不用按了 很明显这事被人给堵在二十七楼了 看着大家都用戏谑的眼神 看着他们一家人 熊妈当即明白了怒吼道 是你们故意堵了电梯门 不让我们回家对不对 你们这些缺得冒眼的货 就会仗着人多欺负我们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他们家堵电梯就可以 别人堵电梯就是没有良心 这么双标的行为让大家非常无语 所以也没人接话 就这么笑嘻嘻地看着 熊妈骂了几句见没人吭声 这让她更是不舒服 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小吃佬是不是你干的 我警告你 你最好马上去把电梯恢复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我学着她之前的表情语气 双手抱胸仰着头说道 神经兵 你有什么争取学什么干的 没有争取那就是诽谤无心 其他住户们也纷纷纷地起步 在一边阴阳怪气地 奚落他们一家人 熊妈又气又急 笑着脚喊道 我们家回不去 你们也别想回去 看谁耗得过谁 熊爸也气急败坏地说道 对 没错 我就不信你们不回去 我笑着说道 你们要死云一耗 那就耗下去了 为了教训熊孩子御驾 其他人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家里有上班的 已经提前通知 今晚别回来吃饭 有的是时间耗 相反的是他们家耗不起 没过多久 熊孩子就愁眉苦脸地拉着熊妈的手喊道 妈妈 我肚子饿了 别说是熊孩子 就连熊爸熊妈也已经是饿得难受 熊妈又恶狠狠地瞪起了眼睛 听到没有 我儿子肚子饿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你们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吗 他越是这么骂大家 就对他越是反感 就只会越发地想要给他们教训 熊妈骂骂咧咧一阵 就跟熊爸说道 老公给物业打电话 我们可是业主 房子可是买的 不像那些乡下来的租客 熊爸听后大喜 赶紧掏出手机 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喂 物业 我是二国聊二业主 你们赶紧给我过来 我们楼的电梯被人给堵住了 你们赶紧过来把问题给处理了 其实物业对他们一家子 同样是憋着一股气呢 也是支持大家这么干的 只不过明着不好说而已 物业悠悠地说道 不能吧 平时都是别人被堵 今天怎么成你们家被堵了 你阴阳外泄的什么意思 别忘记了 我们可是业主 你们就是为我们服务的 你们赶紧过来解决 要不然我投诉你们 但问题是 现在物业人手不够 暂时没法来处理 你这边的事情 要不这样吧 你先等等 已有人我们马上安排 你看怎么样 要论推诿 物业呢 更是专业的 熊妈也听出来物业 这是在哭演他们 气得对着手机 又是一阵怒骂 我们家孩子堵电梯门的时候 你们带着人来我家找麻烦 现在我们家被堵了 你们就不管了 一群双标狗 我们都听得惊呆了 到底谁是双标 熊妈可不愿意认输 冷着脸就到 你们喜欢堵那就堵着 有本事 你们一直堵着 谁也别上去 儿子走 妈妈带你去吃肯德基 熊孩子一家出去吃饭去了 趁着他们出去吃饭这段时间 其他住户又都动了起来 想回去的赶紧回去 想下楼的赶紧下楼 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电梯已经又停在了27楼 只要他们一家离开 大家就想干嘛干嘛 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 熊爸实在扛不住了 苦兮兮地说道 媳妇 要不然我们还是先爬楼梯上去吧 熊孩子也早就不耐烦了 扯着熊妈的衣服哭闹 妈妈 我要看奥特曼 我要看奥特曼 熊妈看看周围 发现看他们家热闹的人更多了 这些都是出来那梁散步的 有的是时间跟他们号 爬楼梯就爬楼梯 这笔章我记下了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熊妈也只能咬着牙齿 决定去爬楼梯 熊妈一家子走走停停 愣是花了将近40分钟 这才气喘吁吁的来到25楼 然后一看 电梯已经在正常运作了 他们果然是故意的 就是在针对我们家 这些人都不得好死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熊妈发现这个事实后 五官都扭曲了 熊爸也跟着愤怒的喊道 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儿子 你先去再把他们的电闸给拉了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对付他们 听到自家老爹这么吩咐 熊孩子马上就蹦了起来 蹦 我就就去